大家好,欢迎来到掩罗教室,我是Liko 今天这段影片就会教大家去做一个工房新出品的和风小索袋 而这个小索袋,无论车缝还是手缝都可以做到的 它难以到只是两星而已 制作时间只需要一个小时 如果同学是用手缝的话,可能要多一点时间 首先,要和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小索袋有什么特别之处 其实它所有用的布料都是我们工房出品的天然蓝染布料 这个袋,你会看到它有三种不同拼式的 一种中蓝,一种深蓝,和一种我们加了缝染技巧的很特别pattern的一种布料 接下来就会和大家分别讲解一下车缝和手缝需要用到的工具 以及两者之间有什么特别要注意的地方 无论车缝还是手缝 无论车缝还是手缝 我们第一样用到的工具就是一把 布剪 另外一样工具就是一把 线剪 做手作,下一样工具不少的就是大头针 大头针有什么用呢? 就是给我们对齐布料的时候刺住它们 而线方面其实都有很多不同选择 我们要选择适合我们颜色的色线 然后第二样就看它的粗油 是否符合你制作的需要 偶且都是我们做手工艺品的时候 经常会用到的工具 它可以帮我们标示对的位置 配合间一起用的 就会有这些五盲绿色的画粉 这些画粉是可以直接画在布上面 只要你用个牙刷 或者一些软毛刷 轻轻拆了它之后 它就会消失不见 摄碟的地方 我们都以需要用到烫斗去固定它 用衣车的时候有哪几样要注意的事项呢? 如果大家不记得了衣车怎么用 你可以找回它本身的牌子 型号 看看它跟机的一个说明书 不见了的 都可以尝试一下在网上 找不找到它电子版的说明书 不然就可能要打回厂商那边查询了 首先第一样 就是要大家检查一下 插好电阶尾 还有电阶是否安放在一些安全的地方 第二样要准备的呢 当然是适合颜色的色线 除了一卷色线之外 我们都要打一卷底线 之后我们要准备到一把线剪 方便剪线 在用之前呢 大家可以查一查你所用到的针部 它的松紧度和针部距离等等的数据 是否符合你车缝的需要 最后都好重点地再提大家一次 记得每次我们不是在车的时候呢 都记得关掉它 我们要车的时候 我们先开着它 而如果家里没有衣车 又想制作这个袋 其实我们用手缝的方法 都同样制作到这个袋 如果完全不懂用手针的同学 可以看左上角这段片 这段片就会教大家 如何做一个简单的回针针部 如果你是使用手缝的方式 来去制作这个袋的时候呢 那就要记得留意 手缝的时候呢 因为面就会是虚线 底就会连一条直线 大家要留意 不要调转方向 否则就要重新拆过再缝过了 当大家准备好所有材料 还是工具之后呢 那就可以开始我们进入制作的过程 继续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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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